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 我这个视频呢,有这么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俄乌冲突前线的情况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就是泽连斯基这个车祸呢,现在出来了一个视频 我根据这个视频呢,跟大家分析一下他这个车祸的蹊跷的地方 那么第三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关于美国还在争夺印度的支持 但是呢,被印度狠狠的怼了回去 那么第四方面的内容呢,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的一些联合的项目呢 现在引起来了北约的注意 北约呢,现在又要和中俄在北极开展争夺战 好,现在呢,就一项一项的跟大家进行讨论 首先呢,就说前线的情况 那么前线呢,乌克兰发起来这个反攻啊 已经是到今天有十天的时间了 那么他捷报频传的时间呢 到现在应该是呢,第六天了 现在乌克兰呢,是非常的得意啊 那么现在欧洲的法国和德国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又出来试图呢,想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呢 进行斡旋,想让他们停战,进行和谈 但是这个努力呢,不单是得到了俄罗斯的拒绝 乌克兰现在呢,也言辞拒绝,免谈 那么同时呢,他们又重新提出来了 他们要加入北约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就说呀,就这个俄乌冲突啊 永远都停止不了 那么同时呢,我还看到乌克兰呢 是相当的得意 策划这一次反攻的这个策划者呀 现在就好像是一个英雄似的 现在报道说呢,说这一次反攻的策划者 就是之前的时候基辅反攻的策划者 基辅有反攻吗? 我们这个就看出来哈 就是他这一次的反攻和基辅那次 实际上是一模一样了 那么基辅那次呢,就是大约是在三月初 还是三月底的时候,对吧 乌克兰呢,那会儿 他本来是觉得完全都没有了希望 乌克兰他就提出来了一个和谈的方案 还记得吗? 说那个方案呢,已经是成文了 还把那个方案的文本交给了媒体 那个媒体呢,向外界还公布了那个版本的和谈的方案 那么当时呢,俄罗斯就说 既然乌克兰有这样的诚意 那么我们也拿出来诚意 我们就从基辅撤军 那么从那开始呢,形势就变了 基本上从那开始就从来没有进行过和谈 因为那个乌克兰呢,就觉得说 哎呀,你这个俄罗斯是不是怕我们呀 我们是不是没有必要来进行和谈呀 那么之后呢,随着俄罗斯真的是从基辅撤出以后呢 乌克兰又搞了一个什么不查的那场秀 从道义上对俄罗斯进行攻击 从那开始呢,好像乌克兰呢 在道义的方面越来越占有这个优势 泽列斯基呢,好像是从那开始全世界的做演讲 好像他就成了乌克兰的英雄 那么很显然当时呢 就是俄罗斯从基辅撤出来了呀 然后他就收复了那领土 天天捷报频传 说今天收复了这个城市 明天收复了那个城市 收复了很多的居民点 那当时呢,乌克兰并没有说 他们的反攻胜利哈 但是呢,时过境迁以后 现在怎么乌克兰做了一场梦吗 怎么乌克兰现在把那个当成是 他们第一场反攻的胜利呀 现在这个反攻呢 他们就认为是他们反攻的大胜利 说这场反攻的策划者 就是那场反攻的一个策划者 这人很了不起啊 两场反攻策划完了以后呢 全都大截 第一场反攻收回来了基辅 第二场反攻收回来了哈尔科夫 真能自欺欺人呢 怎么这么能自欺欺人 那么这一次呢 他前面那三四天的所谓的反攻 压根就没有什么进展 结果呢,最近的这几天 第一天他说他收复了1000多平方公里 第二天收复了1000多平方公里 第三天呢,索性呢 一共就收复了4000多平方公里 第四天呢,说一共收复了6000多平方公里 但是到现在呢,就不再有进展了 那么他今天呢,就宣布说呀 哈尔科夫他们已经都收回了 现在呢,要收复顿巴斯地区了 那俄罗斯方面呢 也有消息说呢 他们确实是向顿巴斯地区呢 发起来了进攻 但是呢,都被俄罗斯方面给他打回去了 还有呢,有一点呢 我觉得乌克兰呢 真的是挺不要脸的 骗整个世界 这世界没有相信 他自己先相信了 是什么呢 我看到前两天他公布一个数字 他说啊,从这个欧冲突开始到现在 说乌克兰呢 他们一共是死亡了他们的军人 是7000多个 如果说你判断不了这7000多个 是有多大的一个真实的程度的话呢 那么他接下来的一个话呢 我就觉得他这些数字就完全不可信了 因为呢,他说他自己啊 死亡了是7000多个士兵 而俄罗斯方面呢 死亡了7万多 俄罗斯死亡的是他的10倍啊 如果你还不知道 这个是可信还不可信的话呢 那么我告诉你哈 俄罗斯他一共在乌克兰投入的兵力可能也不到10万 因为俄罗斯他一共的军人呢 也就是90万 而我们就看到呢 基本上俄罗斯并没有动用他国内其他地方的那些军队 他这军队呢 我发现呀 他好像主要就是车臣部队 再加上顿巴斯这两个共和国的部队 充其量呢 一共是10万 咱们就说他10万哈 然后乌克兰说呢 他死了7万 我就看网上呢 有的网友啊 留言就说 我就请问这个乌克兰 你死一个俄罗斯死10个 你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你7000对7万就是1比10的关系嘛 你死一个他死10个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什么时候打死了他那么多人 第二就是俄罗斯如果说他投入10万已经死了7万 就剩下3万了 那么俄罗斯现在还不是大吃血吗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一点呢 别的我们不说 就是车臣那帮人 看起来他们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啊 还有顿涅刺客这两个共和国 他们的武装力量 看起来也没有伤什么元气啊 所以呢 从这些来看啊 这个乌克兰真能撒谎啊 这个乌克兰说的话真的是 恐怕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信 那么最近这些天哈 如果说乌克兰大胜 俄罗斯大败的话 按说这俄罗斯这一边这个军心还不得慌的不行了 我看到呢就英国的媒体BBC的报道 他们就深入到了俄罗斯的境内 说看起来俄罗斯呢 所有的地方没有看出来任何的打了大败仗的那种氛围 俄罗斯的国内呢 无比安静 我们从普京去参加上和组织这个会议这个情况来看呢 我们也能看出来 好像没有任何的影响哎 我这些天呢 我在视频里一直都说 就是你乌克兰的胜仗哈 是怎么打的 别人不知道你自己没点那什么数吗 对不对 看来呢他还真没有 真没有 那么他这些谎言哈 没有骗得了别人呢 反而是把自己给骗了 只是把自己骗了而已 我都说了这是什么呢 这是美国和乌克兰联合上演的一个政治戏 为什么说政治戏呢 就是因为欧洲现在对乌克兰的这个军援呢 已经没有动力了 美国和乌克兰联合演这么一个 就是想来刺激欧洲 但欧洲说呢 乌克兰是可以打胜仗的 乌克兰接下来呢 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继续给他军援 然后他才会乘胜追击 一鼓作气 直到完全胜利 对吧 那么现在欧洲他们信了吗 他们没有信 欧洲没信 欧洲仍然是不愿意给乌克兰出武器 那欧洲的其他的一些国家呢 全都看着两个大国 那就是一个是法国 一个是德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泽列斯基通了电话 和普京通了电话 但是他这个电话的内容呢 现在不对外公布 那么德国的总理舒尔茨 也和普京通了电话 他这个内容呢 他对外公布 他是说呢 他就要求普京啊 立即停火 为普京严厉拒绝 他为什么说对外公布 他给普京打电话 要求他停火呢 他就是想说呢 我不给你武器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来促成这个停火 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舒尔茨啊 就是欧洲国家当中 提供军援最不积极的 他就是被追着赶着 才参与到这里面来的 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他在中间的时候呢 德国其实是提供军援最多的 但现在我们从这个舒尔茨的 态度来看呢 其实他仍然是不情不愿 倒是美国 拜登现在呢 又对乌克兰 给予新一批的军事援助 那么就在昨天的时候呢 美国又批准了 新一批的军事援助 是6亿美元了 那么这些武器呢 就包括这么四类 第一类呢 就是海马斯的那些火箭弹 第二类呢 就是105毫米口径的炮弹 第三类呢 就是155毫米口径的炮弹 第四类呢 就是反火炮雷达 大家还记得吗 就在他们这次发起反攻最初的时候 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的报道就说呢 说在战场上发现 乌克兰方面所发的那些炮弹 不全是155毫米 出现了大量的105毫米 就是说呢 美国所提供的155毫米呢 是严重不足了 然后提供105毫米的 那么美国新一批提供的这个军员呢 这些武器里面 105毫米的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看来他155毫米的呢 还真是不足了 现在呢 就还是美国在给乌克兰提供 没有看到德国 法国以及其他的国家 什么波兰呢 意大利啊 什么支离的都没有 就是说这场戏呢 就是他自己信了 然后呢 欧洲那也没信 或者说呢 欧洲其实是自身的 欧洲真不希望这场战争再打下去了 因为这个冬天呢 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 对欧洲的断供 看来普京呢 不会停手 那么今天呢 在前线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俄罗斯是用了6枚导弹 打了乌克兰的一个水电站 这个水电站呢 就是泽连斯基他家乡的一个水电站 这个大坝呢 就给他打绝口了 大坝绝口以后 他的下游的水位增加了好几米 是不是 但是呢 我看乌克兰方面的那些个报道都说呢 这个打击呢 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说很快就给他修复了 这个呢 我想就是俄罗斯用这个行动来表明他们的态度 我们都知道呢 看到俄罗斯在这场军事行动当中是无比克制的 这个仗打的呢 是非常奇怪的 欧洲那边呢 就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这种制裁呢 是完全自杀式的制裁 俄罗斯都还没有卡他脖子的时候 他们就说呢 禁运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那么俄罗斯呢 就实不成的 我跟你啊 就断断气 欧洲已然是受不了了 但是呢 俄罗斯最大的敌人 唯一的战场乌克兰的气 俄罗斯却从来都没有给他断过 乌克兰的生命线呢 等于说全部都掌握在俄罗斯的手里面 乌克兰的油 乌克兰的气 乌克兰的电 所有的都掌握在俄罗斯的手里面 可是呢 俄罗斯从来都没有对乌克兰这些方面进行过打击 这次俄罗斯对他的水电站的这个攻击行为 可能是俄罗斯就表明一个态度 我也可以来对你的民生方面进行打击的 我也可以掐你脖子的 好 这是欧冲突前线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说呢 泽连斯基前两天那个车祸的事 那么前两天呢 乌克兰方面就发出来消息说呢 泽连斯基发生了车祸 但是一点事没有 医生呢 对他进行了检查 只有轻微伤 然后一点事都没有 那么之后 俄罗斯的反对派的媒体啊 还放出来一个消息 说是泽连斯基的车祸之后呢 普京的车队好像是被人安装了炸弹 说貌似啊 两个国家在进行这种互相的斩首行动 那么我们就看到呢 普京很显然他是没事的 他在乌兹别克斯坦 在那开那个商务会议 是欢梦乱跳的 一点事没有 那么泽连斯基的事呢 今天又有视频出来 从这视频上就能够看出来 第一这个车祸发生在深夜时分 第二这个车祸发生的地点是在基辅的这个广场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车祸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哪 有的人就猜是不是泽连斯基去哈尔科夫视察的时候发生的车祸 现在看来不是 这个视频里面还能够看出来呢 就是撞了泽连斯基这个车队的这个车呢 是一个私家车 这个车的车头部分呢 基本上都撞毁了 可以看到那个安全气囊已经出来了 看到一个年轻人躺在地上 脑袋上呢 正在给他缠风弹 那裤子上呢 还有血迹 很显然他就是一个司机 从他那个肚子来看呢 好像是一个年轻人 是一个男性 这个司机的伤情呢 是非常重的 从这个来看呢 他就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呢 就是这车祸呀 是一个阴谋 是有意来撞他的 那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 如果有意来撞他的话 他是怎么知道了 泽连斯基的车会从这儿经过的 怎么知道这个车就是泽连斯基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泽连斯基身边的应该是有间谍的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也有可能 这个小伙子开着车呢 是一个正常行驶的 那么泽连斯基的这个车呢 因为他是总统的车嘛 他就是想怎么开怎么开嘛 那这个私家车呢 没有想到 有一个车会五一张开出来 他没有任何防备 所以说他撞上了泽连斯基的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车祸就纯属偶然 而俄罗斯的反对派呢 那个媒体所说的 普京的车队 疑似被安装炸弹那事呢 有可能就是个谣言 十九八九是个谣言 好我们再来说这个第三方面的内容 第三方面内容呢 就是G7就推出来了 对俄罗斯能源限价的这个办法 既然是西方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 那也不能让俄罗斯赚钱 让俄罗斯这个利润呢 降到最低 或者让他赔钱 现在的市场价格不是很高吗 你俄罗斯不能按 现在市场这么高的价格 卖给我们 我们就要对你进行限价 你卖给我们的这个油呢 你不能超过四十美元 那么俄罗斯又说了 你给我限价 我也不卖给你啊 你给我限价关什么用 所以现在美国呢 就在极力的去说服那些 买俄罗斯的石油的这个国家 那现在买俄罗斯石油比较多的 就是中国和这个印度 那他说服中国 这肯定是没用的 那他现在呢 就去说服印度 那么今天就有消息出来呢 印度就怼这个美国 印度就是说呢 你跟我说这个说得着吗 限价不是你们G7国家的一个决定吗 我又不是G7 你找我干嘛 那么印度这个国家呢 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 但是呢 今年以来 因为这个俄乌冲突这件事情 我们就看到印度呢 在很多时候 还是很有胆破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中国人说呢 希望这个印度三哥啊 能够保持这个势头 拿出这个勇气和智慧出来 真正的和中国站到一起 打造这个亚洲世界 我就觉得我们亚洲人呢 真的是不团结啊 西方那些白人 他们打从心眼里面的那种傲慢 他对亚洲是一个看不起的 你说我们亚洲穷的时候啊 我们呢 必须得跟他合作 或者是呢 他吃肉 我们喝点汤 可是现在呢 亚洲越来越强了 尤其是现在出来一个 可以和西方叫板的一个中国啊 那亚洲这些国家 按说应该团结起来 但是呢 你看着日本 你看韩国 蒙舔这个西方 前两天我还看到 一个韩国人 他开了一个店 结果呢 那白人啊 就一天到晚呢 就来欺负他 天天出来遛狗的时候呢 专门就让那狗 在韩国人的店门口 这撒尿拉屎 那么这个韩国人 有一天呢 终于是忍不住了 就出来 就跟这个遛狗的白人 进行理论 这遛狗的白人 就是说呢 滚回中国去 这个韩国人就说 哎 你把我当成中国人啊 我可不是中国人 我是韩国人 结果这白人就说 啊那都一样了 滚回你的亚洲去 你看到吗 这个白人说 我就是看着你们这种长相 就不顺眼 滚回去 你韩国也不弱 中国的GDP自从突破了人均一万美元以后 不断的增长 对吧 前两天我看到 有一篇文章里面在讨论 说印度啊 说他们要用25年的时间 把印度打造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那篇文章说呢 发达国家的标准 是1.3万美元 人均的GDP 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 那中国很快就到了呀 而印度可能还任重而道远 但是呢 我就查了一下 按照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今年公布的那个数字啊 发达国家的标准是2万美元人均 那中国还有一段距离呢 但是呢 我们能够看到印度啊 还是很有野心的 或者说很有雄心的 咱们别用那种贬义的词来形容它 有雄心壮志 尤其是最近呢 它GDP的总量超过了英国之后 信心满满 当我第一次看到印度的外长 喊话中国 说中国应该和印度团结一致 打造亚洲世纪的时候 真的是很开心 希望印度真的是真心的 和中国团结在一起 不用去买什么西方的账 最近女王去世以后 我也看到印度呢 真的是很有志气 向西方叫板 向英国叫板 印度今天还提出来 要求英国赔偿呢 拿出来一个数字 要求英国赔偿啊 45万亿 说英国在殖民印度期间 从印度倒走了45万亿美元 要求他赔偿 那么莫迪昨天还表态说呢 他不会去参加女王的那个葬礼 我还看到报道呢 加拿大也对印度人进行采访 就问他们对于女王的去世 是什么态度 报道说呢 加拿大的印度人对于女王的去世 就是冷漠的怂怂肩 意思是说呢 I don't care 就是那个意思 我不在乎 谁在乎什么女王呢 从这点上来说呢 还真是对印度呢 肃然起敬 有骨气 坚持下去 最后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现在北约 又盯上了中国和俄罗斯的 在北级的合作项目 今天我就看到了 俄罗斯北级号耐兵平台开始首行 这个耐兵平台呢 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科考船 上面可以容纳很多的科员团队 这个科考船 它的使用寿命呢 会是30年到35年啊 所以说呢 它至少能用到2050年 说是它就可以破冰到北极地区 然后呢 和这个冰啊 冻到一起 然后就在北极的水里面 就可以漂着 让那些科学家们进行科学研究 那么随着气候变暖呢 我看到中国也在考虑说呢 将来如果气候变暖的话 可以开辟一条经过北极的一带一路 好像这个运输成本呢 会更低一些 那么据路透社的报道呢 前两天呀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到加拿大来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存在 已经对北约构成了战略挑战 而中国的表现呢 也非常的让人担忧 以前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 美国有一些人就提出来说呢 中国没有权利在北极进行染指 中国又不是北极国家 中国就说 北极不是某些人的北极 北极并不属于某些国家 北极是全人类的北极 现在美国就想在北极啊 和俄罗斯进行挑战 对中国进行排斥 要说中国呢 还真不是说呢 和北极一点关系都没有 前一阵子就是在讨论俄罗斯 在加利宁格勒呢 飞地的时候啊 我无意之间 我看到有人说呢 说我们中国在北极也有飞地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说是根据斯瓦尔巴条约 中国在挪威那个地方 有一个岛啊 中国对那个岛有逗流权 中国都可以不用签证 可以自由的去那个岛 堪称是中国的一块飞地 我看了那个以后 我就觉得还有这种事吗 后来我就查了一下呢 它是怎么回事 说那个岛啊 是在1596年的时候 有荷兰的一个探险家 叫巴伦之 他发现的 那么在1920年的时候呢 有什么英国呀 美国呀 丹麦呀 挪威呀 瑞典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还有日本等18个国家 他们就签署了一个条约 说这个岛呢 因为它资源丰富 我们大家都有权利来 谁来都行 不需要签证 那后来在1925年的时候呢 中国 苏联 德国 芬兰 西班牙等33个国家 也都签了这个条约 这些国家呢 也就是说到现在 有33个国家 都可以随便去 那个岛 中国也可以去 不需要签证 虽然说呢 这就算是中国在那 有一个 有权利去的 这么一个岛 但是呢 并不是说 只有中国可以去 算是三个国家都可以 那么2004年的 7月28号的时候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呀 就在那建了一个 北极考察站 叫黄河站 哎呀 北约你怎么能说 美国你怎么能说 中国就在北极 没有任何的权利呢 中国也是有权利的呀 更何况呢 除了说有的国家 它的那个疆域以外 对吧 俄罗斯 它那个疆土 加拿大 它北边的疆土 还有美国阿拉斯加 什么北边的疆土 它那疆土以外的地方 那些地方都是公共的呀 谁都可以去啊 现在呢 北极还是一个 冰封的世界 只有俄罗斯 有那些远程的 核动力的破冰船 其他的国家还真没有 美国加拿大呀 北约啊 真是干登岩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比较好 俄罗斯呢 可以和中国联合 搞一些合作 而对于他们的敌人 什么美国呀 什么的 北约呀 那些 那些敌人 俄罗斯不带他们玩 气死他们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